9月6日 奇迹天宫 荣耀见证 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首场活动 在中国科技馆举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航天英雄杨立伟告诉记者 中国实现普通民众进入太空 没有技术问题 6月17日 聂海胜等三名航天员进入天河核心舱 标志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已在太空飞行近三个月 网友纷纷提问 什么时候我们普通民众也可以进入太空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从建设空间站到我们这三步走的 突破都在突破航天技术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飞行这个机会 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珍贵比较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些机会来去突破我们的技术 杨立伟表示 未来中国空间站建成以后 普通人飞行并不是问题 将来我们的空间站建成之后 那么普通人去飞行 只要是 当然它是建立在这个一个健康人群了 那么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 去飞行或者是去到太空中处去体验 这不是问题 所以您讲的这个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一个将来我们怎么发展的问题 当天 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 在中国科技馆举行了接牌仪式 基地实在激发公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 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现场航天员王亚平领衔的 基地科普导师团首批成员正式亮相 在轨飞行的神舟12号航天员 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鸿波也发来视频寄语 鼓励孩子们成长为新的航天力量 杨立伟认为 这有助于培养航天的后备力量 更好的激发孩子们 让他们发挥他们这种想象力 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的空间站将来要飞10年15年 会有更长时间 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们 可能到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长大了 或者他们已经走入到社会 步入到工作 就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这个 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影响 我觉得是很深远的 当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中国科协 中国科技馆相关负责人 管校结合基地校学生 航天特色基地校学生等青少年代表 共300余人在主会场参加首场活动